我一定要在媽媽好神的節目 公開我媽媽的惡心 喔 她是很不畏相耶 喝起來喝起來 我超生氣的 因為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我女兒在學副食品的時候 她就是怕她咀嚼得很慢 然後洗手很慢 她竟然是放在嘴裡咬咬 咬得雞巴爛 然後再放到我女兒的嘴巴裡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說媽妳這樣很不畏生耶 然後她就說 又講一樣的話說 妳媽什麼妳跟妹妹就是 只是在喊腳外口水 應該也將妳健康 然後我就整個超殺眼 真的很不衛生 然後除了我女兒受遭殃 現在我妹的小孩 也一樣在吃我媽的口水 然後她就很開心 然後只要看到 就是小朋友如果飯吃太慢 我就趕快整碗就吃完 就不要讓我媽去 就是邊咬一口 然後這樣子餵 我覺得超噁心的 可是老實說 現在我常常遇到的狀況就是 我們不可能每個東西都記得 我出去的時候 可能忘了帶剪刀 那我遇到一些東西 我沒有辦法剪的話 我常常有很多狀況 就是我咬一半 然後一半給她吃這樣子 那這樣也是會接觸到口水 那這樣子OK嗎 包括阿嬤這樣子餵小孩 還有我們這樣不小心 口水接觸到 妳覺得咬一口跟咬二十口 胃有什麼不一樣嗎 妳這種問法 感覺是沒有不一樣 我覺得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妳正常阿嬤咬一口 我沒有推廣這個做法 是為了家庭和諧 我覺得不用為這種事情吵架 可是以前 可是會有B型肝炎那些 雖然現在小朋友都會打印 對不對 第一個B型肝炎不是這樣傳染的啦 是AA才可以 AA好之類的 那其實啦 當然你說有沒有感染的風險 有啦 我也不能粉飾太平 其實是有 那如果是她也沒有在感冒 那口腔清潔也平常都做得很好 剩下的那些會傳染的病毒或細菌 說老實話 妳不用胃也會傳染 什麼剛剛妳剛剛講的 一些什麼A型肝炎 A型肝炎是急性的到算了 一些慢性的 什麼聚細胞病毒 EB病毒 或者口腔裡面這些聚 說老實話 妳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妳一定會種的啦 妳的小寶寶也不用 因為這樣胃 明天就種了 只要清清它就會種了 所以我就覺得 那就算了嘛 早得晚的都是會得 所以我就覺得 但我沒有推廣這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大家每天這樣做 我倒是沒有 然後有一個研究喔 說如果小時候有吃媽媽口水的 這個小孩長大 過敏期率比較低 真的假的 不是 不不不不這樣 不是啦 就是說有些 如果沒有那麼方便的時候 對對對 像國外有些人奶嘴掉地上 媽媽很懶 就 就沾一下就把它塞回去 然後那些小孩子長大以後 過敏期率比較低一點 真的假的 我覺得一生也好愚昧喔 是 可是我覺得其實從到這裡 可以得到很多新知識 就會發現很多東西 我們真的不用那麼緊張 也不用 真的喔 對 有時候我們好像真的太緊張了 搞到場面 然後就早上你的時候 全都要不要跟他講這件事 喔不會 你不要打這件事 感謝 我就這樣 我就不會講了 不過其實很多阿公阿嬤的愛 真的很特別 就是很多東西都一直喜歡 加在小朋友的食物裡頭 對不對 就是說 這樣不夠 什麼什麼東西 加進去 這樣才會健康 這樣才會過大 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維媽呢 你們家會不會 那我們家的話 狀況是因為阿公阿嬤 他每天都有泡老人茶的習慣 然後你泡茶 總是會準備一些餅乾啊 點心 所以我們家真的是 存了超級多的乾糧 那除了零食以外 我們阿嬤還會買粉光森 那粉光森的話 阿嬤主要是希望可以就是 他會混在奶粉裡面沖泡 然後給小孩喝 他覺得這樣增加一點香氣 可以增加他的胃口 因為他覺得胃口變好 自然吃得多 就會長肉長高 對 所以來啦 像烘工心啦 燕窩啦 珍珠粉 珍珠粉還說什麼 要從懷孕就開始吃 這些補品到底是 歐不歐可以 有什麼問題要小心 好 粉光森的話 他確實就是 補養肺跟腎的 就是說我們的呼吸系統 比如說 小朋友他容易氣床 或者容易感冒 氣虛的體質的話 他又比較屬於良補的 就是說 小朋友比較不會吃下去之後 好像比較有燥熱的體質 所以我覺得西洋森 本來就是很多小朋友 家長給他用來補養他的 增加他的免疫力的 但是我會建議是說 你還是必須要給中醫師 先去看了之後 第一個他適不適合他的體質 那再來就是說 他必須要在那個三歲之後 我才會比較建議他吃 那一歲以下的話 就是這個中藥對他來講 或許他的劑量 他的身體的腸胃 並沒有說完全已經很健康了 這對他的腸胃他能不能消化 對他會不會是一個負擔 或者是他的整個代謝的器官 是不是已經健全 這個都要去考慮的地方 那如果真的啊 張醫師你應該懂嘛 真的有時候 譬如說很餓的時候 那就放個食物在那裡 給小朋友想吃就是想拿就拿 也是出於我們的愛啊 你也知道啊 那這樣怎麼辦啊 我們還是會去建立孩子的規律說 你的三餐還是要定時 結果他今天 媽媽你放了一堆零食給我 拼命吃 吃完我正餐一定不吃 你怪誰 你怪孩子吃那麼多 事實上是我們放了那麼多 所以我可以 對我來說 我會準備這些小零食 然後跟孩子說 你真的肚子餓你來跟我要 但是他在吃的時候 我一定會跟他說 所以你看你中午吃的東西不多 現在只能吃一片餅乾 待會晚餐的時候 記得要好好吃 孩子才會知道 我在正餐的時候 我就應該乖乖吃飯 對那你的零食 然後中間的那些食物的量 就會減少 那如果阿嬤真的胃不停的話 到底應該怎麼處理 阿嬤一直胃不停 其實真的這樣的一個狀況來說 我們擔心的是什麼 第一個是孩子在短時間之內 被大量的食物塞 對 那這個時候孩子一定會有反應 比如說開始不動 因為肚子太撐 或者開始會想吐 對 這樣的狀況請你 一定要讓阿嬤看到 第二個是 我們擔心孩子吃了過多以後 熱量太多 所以我們應該增加的是 孩子的活動的時間 不要讓孩子又是靜下來 那其實我覺得會是比較均衡的 對 了解 我想要讓所有的人 還是有個數字 所以大家可以上網 把你們孩子的年齡 身高體重輸入在 國健所的網站都有 那出現就會出現一個 你的BMI的百分比 了解 真的其實那個要讓 那個不難 讓阿嬤或讓家人都知道 我的孩子現在的體重 已經是85%了 他沒有收 他現在正在臨界點 再餵下去 我們就要去找醫生減肥了 請你現在要認識這件事情 而且今天講明天要再講一遍 因為大家會忘記 因為愛嘛 就看到又想餵他 不過今天總結就是 阿嬤的愛真的很偉大 總之 阿嬤我們愛你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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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克黃神回覆 阿嬤放輕鬆 副食品可以不用餵 其實很多阿嬤 包括很多媽媽都擔心 小朋友沒有吃飽 所以就是 追著小朋友一直吃東西 對 但是又有一種說法說 現在連副食品都不用餵 怎麼會那麼輕鬆 有很多的 這個國外的家長在用 他就是 不餵小baby吃東西 叫做 Baby let women 就是 嬰兒主導的斷食法 就是他們這一派的是 不用湯匙餵小baby 把食物堆在 六個月大的小baby面前 那他自己是別人 吃湯匙 好處就是說 媽媽基本上不用拿著湯匙 追著小孩 而且你也不會有壓力 因為這一類的孩子 他最後會自己找到 他喜歡的食物 然後你從旁邊觀察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我的小孩喜歡 這一類的食物 但是有缺點 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 這樣的餵食 基本上小孩一開始會比較瘦 合理的嘛 對 甜甜甜甜甜 就不吃了 第二個就是說 這些小孩子 他最後 澱粉就會吃得多 因為澱粉比較軟 就像番薯那一些 通常最後都會比較喜歡澱粉 那澱粉量就會比一般 讓小孩吃的量還更大 所以在我目前 我沒有要推廣這個 我只是折中 你看人家都可以做這麼極端 所以你的小孩 真的不用每天 就什麼都要打成泥 就折中 有些食物讓他自己拿 自己舔 然後你要給他的食物 其實就稍微剪一剪 湯匙壓一壓 跟著大人一起餵就好了 其實不用每一件事情 都要把它打成 就是很稀很糊的泥 這其實是另外一個 不好的極端 也對 而且媽媽都好辛苦 對啊 類似了 很好 你要早講 我小孩都一歲多了 帶聲音 我沒辦法